年轻不养生,老了养医生 每天早餐两个鸡蛋照吃不误 没想到过了几天,秦大爷一早睡醒 突然头昏脑胀,血压飙升,被家人送到了医院 难道是吃鸡蛋吃出来的? 秦大爷不由地有些后悔 一、吃鸡蛋会导致高血压 相信不少人都听过这个说法 吃鸡蛋会导致胆固醇升高 而胆固醇与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并不复杂 胆固醇高会使血液粘稠度增加 血流速度减慢 长期为控制会影响血管弹性 增加外周血管阻力从而引起高血压 简单来说,胆固醇可能引起高血压 鸡蛋导致高血压的传言或许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回归到最初的问题 鸡蛋是否会导致胆固醇升高? 鸡蛋升高胆固醇的传言 最初源于一百多年前的俄罗斯兔子实验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将胆固醇与心脏连结在一起 1913年 俄罗斯病理学家尼克拉、阿尼契科发现 胃食兔子巨量胆固醇 兔子身体会出现动脉周转化石的损害 从此,人们就开始了对鸡蛋的恐惧 1937年 有两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提出 如果我们能避免摄取蛋黄 就能预防胆固醇升高 进而远离心脏病 在1977年 美国膳食指南 在没有任何有利科学证据的支撑下 将胆固醇的摄入建议量 限制在每天300毫克以内 也就是每天不能吃超过一颗鸡蛋 这就导致这么久以来 人们对鸡蛋的误解 后来 一名叫安塞 基斯的学术作家 推翻了这个说法 他研究发现 不管志愿者摄入多少胆固醇 甚至是每天2000毫克 相当于15个鸡蛋 的巨量胆固醇 对总胆固醇影响也不大 同样能证明 兔子实验不靠谱的实验 还有瑞典医生 无非 洛凡斯科夫的亲身实践 他从每天吃一个鸡蛋 改成每天吃八个鸡蛋 一周后 他的胆固醇 不像传言 一般增加 反而从278毫克每升降到 246毫克每升降低了12% 为什么对兔子适用的胆固醇假说 到了人体上完全不适用了呢? 因为兔子本是草食性动物 饮食中很少或不会吃到任何胆固醇 当他们摄入了胆固醇 身体不会启动调控机制 而人体每天都会制造 1000毫克至2000毫克左右的胆固醇 且相达于草食性动物 人类及其他杂食动物 具有调节胆固醇水平的能力 摄入的多了 身体就会少制造点 反之就会多制造点 二、被污蔑的鸡蛋 其实是真正的降压食物 经历了一开始的污蔑 鸡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成为不健康食物 然后后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 鸡蛋不仅不会升高血压 而且是非常有效的降压食物 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 每周大于等于5个鸡蛋 患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28% 高血压风险降低32% 如果同时摄入膳食纤维 鱼类和全骨物 患二型糖尿病风险 能降低26%至29% 再保证乳制品、蔬果的摄入 能使高血压患病率 降低25%至41% 以我国为主的50万人研究表明 相比于很少吃鸡蛋的人 每日一鸡蛋的人 血管事件风险降低11% 心血管事件死亡风险降低18% 2021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观察发现 每周吃3至6个鸡蛋 可明显改善血脂代谢 中国动脉周样硬化性 心血管病风险预测研究 随访了我国15个省份中10万余人 发现适量食用鸡蛋的人 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病风险最低 这几个权威研究都表明 被污蔑已久的鸡蛋 是真正的降压食物 那么一天吃几个鸡蛋最健康 其实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吃法 一 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一个鸡蛋 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 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 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国足中学会共同修订的 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 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 应不高于300毫克 因此建议正常成年人 一周吃6至7个鸡蛋 二 孕期 哺乳期 青春期学生 健身增肌和大病出育恢复期的人士 建议一天最多3个鸡蛋 这类人群对优质蛋白质的需求比较大 如果日常饮食中 动物性食物比例不大 可以吃2至3个少油无油的鸡蛋 如果日常饮食中已经有足够的奶 肉 鱼 大豆等食物 则建议每天一个鸡蛋 三 高血脂人群 要注意控制脂肪总摄入量 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鸡蛋 一周不超过五个鸡蛋 高血脂人群 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 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 比不上正常人 根据卫健委今年发布的 成人高脂血症饲养指南 高胆固醇血症者 每天胆固醇摄入量 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 因此不可多吃 还要注意每周控制摄入量 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 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 不算太多 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 则可以吃不超过一个鸡蛋 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 那么建议可以吃半个鸡蛋 或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 四 肥胖人群 要注意控制总膳食摄入量 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 饱和脂肪不算太多 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 肥胖人群吃的鸡蛋量 和他们的饮食结构 血脂水平有关 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摄入 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 三 这六种鸡蛋 千万别吃 有些鸡蛋表面上很干净 但是里面却不一定干净 鸡蛋在产后被污染 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 看起来干净的鸡蛋 需要一定的时间 才会被微生物污染到内容物 一般在25摄氏度下注存三天 沙门势均便可穿过蛋壳 即壳膜侵染蛋内容物 而表面污染较重的鸡蛋 微生物会在较短的时间内 大量繁殖并侵入鸡蛋内部 特别是沙门势均 它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 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 进而还会污染到鸡蛋的内部 沙门势均耐炎 耐低温 耐干燥 所需生存条件不高 被沙门势均感染后 轻则会引起腹痛 腹泻 恶心 呕吐 发热 严重可能会导致死亡 因此 下列六种鸡蛋不要吃 一 尽量不吃糖心蛋 糖心蛋往往是蛋清已经凝固 质地较软 而蛋黄还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 此时蛋黄中心温度 可能没有达到60摄氏度以上 沙门势均或其他细菌 可能未被杀死 从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二 不建议吃毛鸡蛋 毛鸡蛋是死胎蛋 里面可能含有寄生虫 以及沙门势菌 大肠杆菌 伤寒杆菌等致病菌 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三 不要吃保存太久的蛋 建议一次性不要买太多的鸡蛋 随着鸡蛋存放时间越来越长 鸡蛋表面的保护膜 对鸡蛋的保护能力 会越来越弱 且内部会更容易被沙门势菌污染 四 不要吃开水冲的鸡蛋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 即使用开水冲 也不一定能达到 杀死沙门势菌的温度 而且基本是冲完脚一脚就喝了 所以时间上 也几乎不能满足杀菌要求 这样做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五 不要吃外壳脏的鸡蛋 购买鸡蛋时 要选择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鸡蛋 避免选择鸡蛋壳上污染物较多 有裂纹的鸡蛋 因为此类鸡蛋很容易被致病菌污染 六 不要吃保存不正确的鸡蛋 鸡蛋买回家之后不用清洗 可直接放在阴凉干燥处保存 最好放在冰箱冷藏 并注意和蔬果 肉等分开存放 避免交叉污染 已经冷藏过的鸡蛋 应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 不要把之前冷藏的鸡蛋 转移到室温下保存 因为温差的作用 会在蛋壳上形成水珠 可能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 使鸡蛋容易变质 杨大妈今年59岁 家族有高血压病史 因此 杨大妈从年轻时血压就偏高 但随着退休后 日子变得清闲 杨大妈在吃食上有了更多心思 喜欢上腌制品 像腊肉 泡菜都是桌上常客 这天杨大妈去女儿那做客 说话间突然感觉一阵眩晕 还伴有头疼 医生 我妈妈刚才和我说话的时候 突然就头晕头痛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妥呀 杨大妈的女儿 把了解到的情况仔细告诉了我 根据你们告诉我的信息 我建议先做一些常规检查 和血压测量 血压需要连续不同三日测量 注意测前不要有过大强度的运动 或情绪起伏 以免影响数据的精准 杨大妈照着我之前的主妇行事 三日后拿了报告单来找我了 阿姨 您的血压是178 已经达到了高血压二级 接近三级了 属于中高危的程度 这当中会有家族遗传的因素 但更多是您吃食习惯所致 腌制品含盐量很高 长期使用 会极大增加高血压的并发率 高血压是指血液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 持续增高 是一种常见病 据调查 我国高血压在成人中的发病率 将近达到30% 且仍有升高趋势 高血压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一 原发型高血压 指病因不明确 突发的高血压 但大多此型高血液 都与以下因素相关 也可称为诱导因素 一年龄 血管壁的弹性主要取决于胶原 弹性蛋白等的含量 年纪增大 这些物质水平会逐渐减低 故动脉内膜弹性也降低 血压增加 二 饮食 高盐食物会在体内处击过量的呢 而那饱水 血液溶积增加 血压升高 高脂高糖食物 亦损伤血管内皮 加速动脉周样的形成 三 精神紧张 压力长期没有排解 会引发肌体内分泌失衡 激素代谢失调 水液代谢受阻 血压上升 二 即发型高血压 只由其他明确病因引起 当原发病治愈后 高血压症状也得以缓解或消失 三 特殊类型高血压 无法归类于上述二者的高血压 极为特殊型 常见有六种 甲性高血压 只因手臂宫动脉硬化 导致水银血压剂测量的数值 高于动脉穿刺测得的数据 一般发生在老年 糖尿病患者等上 宫动脉的血管壁纤维化严重 无法正常收缩 导致收缩期血压出现偏差 血管弹性降低 可能致使血压 尚未达到真正的舒张压心婴就消失 测得的舒张压偏高 存在患者对充气敏感 当打气时 血压升高异常 体位性高血压 部分人群站立姿态时 血压上升幅度超过20毫米拱住 机制 站立时静脉 静脉痘血液淤质 心脏回流血量减少 交感神经应激支配各级血管收缩 增加血压 这并非病态现象 可能是这类人体内 而查分案水平较常人高 孕期高血压 多在孕期五个月以后出现 可半发水肿 蛋白尿等症状 严重者出现抽搐静卵 甚至危及生命 高原型高血压 高原海拔高 氧气稀缺 第一次或偶尔去的人 大脑会对缺氧情况做出反馈 增加肾上腺素等的分泌 血压升高 睡眠性高血压 常见于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这类群体呼吸不畅 导致吸入氧气量减少 刺激体内交感神经 而查分案类激素增加 外周血管平滑肌紧张 血压增加 平卧时回心血量增加 肺部血液淤积冲血 气体交换受阻 也会出现上述过程 肥胖性高血压 肥胖者摄入饮食脂肪 糖分含量高 这些物质过量 会引起体内之代谢紊乱 诱导释放白细胞借素 瘦素等因子 损伤血管内皮 促进泡沫细胞形成 平滑肌细胞增生 激活胶感系统 抑制NO释放 多方面升高血压 但即使减重后血压 也会逐渐正常 羊大妈虽然有家族高血压史 但只是异患性高出常人 最终基因表达与否 与外界因素诱导 有很大关联 饮食是最常见的因素 高血压患者 需要忌口五种食物 一 盐分高的食物 过量盐分摄入 引起高血压的机制 可能与细胞膜离子 转运缺陷 肾脏纳排泄异常有关联 也有部分患者 是由遗传所致的 盐敏感型高血压 如窩豆综合征 Gordon综合征 高盐会升高细胞内的NA CA离子水平 渗透压变大 水分的进入 致使细胞肿胀胀 平滑肌细胞的NA增多 会增加NACA交换 盖浓度上升 使平滑肌收缩 过多的那将引起 假的流失 血压升高 二 油炸食品 油炸食品中含有 极高的脂肪 长期摄入会 引致体内之代谢紊乱 油炸过程中产生的 油脂氧化 聚合产物中的 多环方丁类 为致癌物质 可损伤心血管 还会增加其他 肠道癌症的几率 食品经过长时间受热 营养物质被破坏 同时产生 同时产生诸多致衰老 致癌物质 如炳熄鲜案 晚期糖基化 末端产物 三 奶油 糕点等甜食 相关研究认为 长期摄入高糖食物 会导致胰岛素抵抗 其中原因可能是 胶感神经过度激活 引起血管内皮收缩 减少葡萄糖利用 血压也会升高 四 动物内脏 动物内脏中含有 丰富的胆固醇和脂肪 这二者过量 会增加低密度之蛋白浓度 扰乱机体的脂质分解 提高内膜损害 与脂质沉积的可能 形成周样斑块的生理基础 五 浓茶 咖啡 这类饮品中的 咖啡碱含量颇丰 为一种生物碱 适度饮用 可起到提神 集中注意力的作用 因其可兴奋中枢 但长期喝会持续刺激机体 分泌而茶分暗类因子 作用于血管细胞受体上 导致血压不可逆性升高 绿茶中的茶多酚 可抵消一些咖啡碱的效果 故适量饮用有一定好处 但切记浓茶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 都能身体健康 拥有幸福晚年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